好,现在我对今天早日工作做一个总结 首先第一个呢,今天晚上要讲这个自动化运营的 这个除了AI以外的最后一个部分 其实以前的话就是今天晚上最后一天了 那么我会讲一下我的这个自己写的一个自动化运营的系统 介绍一下它是怎么设计的 OK,比如说怎么去查看设备啊 怎么去做这些东西,添加设备啊 如何去做配置备份啊 你看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的状态 如何去做一些你看设备备份 设备备份,配置备份 还有呢,就是说监控啊 监控,设备监控,监控 每一个接口的带宽 还有Grapha的整合 还有这些E2K的整合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系统参数的设置 这个应该我会介绍一下 这是今天晚上把将过讲完 然后把这个再过一下 给他介绍一下怎么来写这个代码 会介绍一下这个代码 OK,介绍一下,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花点时间又把这个AI的部分又走了一点 其实就做了这么一点点 是这么,今天有一个启发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昨天呢,我讲,我去研究了他的这个Long Graph Long Graph呢,就是可以带循环的 就是首先他生成一个问题 然后呢,去找到相应的文档 来判断这个文档呢,是不是满足要求 如果文档满足要求的话,就产生答案 然后呢,判断这个答案是不是有幻觉 如果没有幻觉的话,就再判断这个问题和答案之间有没有关联关系 如果有的话就回答了 好,但是如果说有幻觉要重新产生 如果说这个不匹配,那么要重新产生问题 比如说Long Graph呢,可以去做一些循环 那么这东西提醒到我了 那么,以前我做过一个跟用OpenAI做网络排措 就是可以用给OpenAI写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逻辑的提示词 然后呢,然后呢,让OpenAI呢 去登录到我们的网络设备上面去查更单的信息 让他通过我的那个提示词来进行一个网络排措 那个会有问题,因为那个提示词特别长 然后呢,这个人工智能就算是OpenAI 他走着走着走着,他也会走岔路 然后呢,就判断就失败了 他要一口气,能把整个的这个逻辑走完 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所以说呢,我想到了这么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完全可以用来排错 就说,那就是走到 比如说第一个看看直连接口有没有起来 判断 然后呢,如果说没有起来,那就报错 直连接口没有起来 然后起来之后,就看看路由表里面有没有去往目的的路由 如果有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还可以判断他下一条是什么 然后呢,你还可以登陆到下一条路由器 然后继续再判断 其实我觉得可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 当然了,这东西需要重新设计 去看看能不能如何去做这个逻辑 我觉得如果说你有网络的环境的有限的话 还是可以把这个逻辑设计好的 当然了,肯定是一个有限环境的 一个有限的网络的一个有限场景的排错 好吧 那我觉得完全可以为一些公司特定场景 比如说如果有黄火翔的东西特定场景 去写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呢,由于每一个步骤都特别简单 每一个步骤可能就是接口有没有起来了 或者说有没有路由啊 如果吓一跳对不对啊 每一个结构都特别简单 那这种东西的话 我认为OpenAI完成是比较靠谱的 而且呢,每一步最好还能够确认 你的回答有没有问题 每一步都确认 每一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 虽然说这代码可能抹起来会比较费劲 但是我觉得是有可能能够把整个的结果是可控的 就以前那个运行的结果不太可控 但是这么写的话可能就可以 好,当然了今天呢,时间没有特别多 那么我只是开了一个简单的头 那么首先呢,做了三个路由 第一个路由呢,是查询前一堂信息 第二个呢,是搜索网页信息 第三个呢,就是路由到网络工具 现在是三个 现在我做了三个路由场景 就是首先,大家过来先要把问题先做了路由 你看,有三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网络搜索 一个是获取这个RIG 一个是LEDtool OK,好,如果说呢 然后呢,进来之后呢,就要到LEDtool LEDtool呢,就是执行一些 执行三个工具 这代码很长 今天我只是确认一下这个代码好使 然后明天可能会把这个代码重新再预计 否则的话这个代码太长了 我天,Longchain的代码塞太长了 明天可能会把这个再整理整理 再把环境再搞复杂一些,那三个工具 获取有什么样的设备 获取接口信息 平台信息 获取接口信息 这是真实的跟我的一些网络设备精通讯的 这些是真正的网络设备要去提取的 OK,然后呢 最后呢,还要让他去判断这个到底 就是我们还要让他去 判断到底有没有回答问题 就是要让他去判断到底 到底这东西是不是真的 就是你得到一个结果 是不是真的跟我的问题是匹配的 如果呢,跟问题是匹配的话 那就结束 就把这个消息回给我 OK 但是呢,我发现今天我用70B都不好使 就用这个70B,四十几个G的模型都不行 但是呢,OpenAI最简单的模型就是4欧的Mini都好使 那真的是跟这些开源的跟那个OpenAI差距有点太大了 好吧,好,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个我得用OpenAI 这个70B的个模型 好吧,先看看 这比较有意思 我要去干嘛呢 我要去查询我们 这次有循环的哦 查询所有的设备 然后呢,然后呢 每一个接口有些什么样的 然后呢,查询有些什么样的设备 然后去找到每一个设备的录像的直接数 然后找到排前三的录像直接数的接口 然后回给我 你看效果非常非常好 好吧 它很麻烦的 首先呢,它需要去先做路由 是网络工具 然后呢,它要去了解 它先要去知道我们公司有些什么样的设备 所以它去查了这个网络设备 然后呢,在一个设备一个设备去查了它的接口信息 这是一个循环 它要在这儿里面做循环 好 然后呢,循环 循环完了之后呢 它最后就给我做了整理 然后呢,就这么一个输出 OK 然后呢,在Long Smith这边也能够看到 它后台的工作 可以看到它做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函数的调用 你看它做了一个调用 然后得到了所有设备 然后呢,又去一个一个设备 去提取它的接口信息 然后最后呢 最后判断 那是满足要求的 然后呢,最终给我一个输出 OK 当然了这个整体比较简单 虽然说就这么简单啊 但是 Open 这个OpenAI的10欧的mini是完全能够应付的 但是这些 欧拉玛 拉玛3的3.1的70币都不行 逻辑完全不在线 它完全搞不懂它要干什么 好吧 这个差距真是巨大的 好 按照这个思路的话 未来可能我就会去尝试做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结构 判断接口 判断路由 登陆吓一跳 然后呢,如果有问题再循环回来 可能会比较有工作压力 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这个操作 好吧 今天呢,也就这些尝试 主要是今天比较多的时间是要准备恢复我这个环境 会准备今天晚上的一个课程 OK 花了点时间,好吧 好,那今天的这个任务呢 我就介绍到这儿啊